在新克刚时代如何提升孩子的阅读素养 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议题 而日新月异的网络媒体和社群平台 也让现在的孩子很容易受到错误的假讯息影响 为了帮助民众提升个人媒体试读能力 板桥江紫翠分馆特别和江翠国中 中家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合作 从8月26号起到9月16号 推出阅读素养新攻略工作方 江紫翠分馆主任李主委表示 透过专业媒体工作者以及专家学者的分享 教导大小朋友透过有策略的引导 从阅读中开展出分析和思辨能力 图书馆的角色来说 可以帮助我们的阅听人以及大小读者 能够来共同培养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 同时也能够在网络时代当中 能够培养如何去查证 以及收集这些讯息之后 能够加以去做会诊 将这些讯息划为自己未来在决策方面可以运用 所以说江紫翠分馆在开学的时间 前后的时间 邀请不同的专家学者 以及知名的讲师来为我们的大小朋友 以及民众现场来做教学的心法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讲座 以及工作方的分享 能够带给我们的读者 跟以及阅听人能够有不同的管道来 就是实际上去接触我们阅读理解 以及就是媒体试读的这个素养的提升 李主委表示第一周26号将邀请曾经在公式企划主持过 记者真心话系列影片的独立新闻工作者方君竹 透过案例实作告诉大家如何查证讯息破解假新闻 而27号则是邀请品学堂创办人 同时也是青少年阅读素养的先锋推手黄国珍 为大家解密阅读素养的学习心法 我们邀请就是独立记者方君竹先生 然后他在这个之前在公式做这个实习的部分 那他所制作的这个相关影片都超过了就是百万的点阅次数 那比如说他是一个在这个自媒体时代里面 就是一个相当有流量的一个这个媒体工作者 那这部分我们就邀请他来做这个网络讯息媒体的这个查证 以及就是做打假这个部分 那希望可以带领我们的就是家长 然后学生以及我们的教育从业人员 然后共同跟那个方君竹 就是一起来做这个媒体试读的一个提升 以及就是这个假讯息的一个查证的部分 那另外的部分是我们在阅读素养部分 我们是邀请这个品学堂创办人就是黄国珍老师 那黄国珍老师是我们在做这个阅读理解 以及就是阅读素养一个蛮重要的这个作家 那他其实在也创办这个阅读理解这个杂志 那也是一直在为于就是台湾的这个阅读素养的部分来做提升 那我们很有幸的邀请大黄国珍老师 在预计在这礼拜天就是8月27号的早上10点到12点 那我们在总管的三楼演讲厅的部分 然后为我们的这个大小朋友 然后来教导说如何去从阅读理解的角度 然后去思考不同文本 然后怎么去做切入 然后能够把它整合到学习当中 在9月9号则是由明传大学新媒体 即传播管理学系助理教授林果婷 和大家分享自媒体时代不可不知的媒体素养 16号邀请到podcast网络播客 赖齐全教大家如何辨识假消息 解读讯息背后的真相 另外还有主题书展和电影 以及绘本故事DIY等 活动完全免费 即日起开放报名 详细活动资讯以及报名方式 请到新北市立图书馆网站查询 记者赵石渊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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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